还是黄色的 那样式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找到那个细横线 细横线 所以这边的话呢 找到那个细横线的部分 记得不要选错 细横线 黄色的细横线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把这个样式呢 套用在哪里呢 套用在这一个 这个这个段落的部分 段落的部分 往底 前绿色往底改为黄色的细横线 黄色的细横线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原来绿色的往底 就会变成黄色的细横线的往底 就完成了这个第三题的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上下这个框线本来是细线 你要把它改为什么呢 再一次回到里面框线及往底 记得原来是往底部分呢 请各位切到框线的部分 那框线部分的话 上下这两条线 要改为什么呢 改为三线 这边其实你可以照那个顺序 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是三线 所以你要必须改三线 然后橙色 宽度的话呢 是四分之三宽 所以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 请各位找到三线 三线在哪里呢 其实应该就这一个 三线 三线这个样式 然后呢 再来色彩部分呢 找到橙色 那橙色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会在黄色的隔壁这里 橙色 那宽度的话呢 找到四分之三pt 那我要怎么套用到上下这两条线呢 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按这两个上下 或者直接 我习惯在这边点 点一下 再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就把这一个样式 套用在上下两条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套用上去的话呢 上面这一条线 跟下面这一条线 就会有这样的样式结果出现 那按确定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上下两条线 左右不要 OK 接下来的话 从第五个段落开始 第五个段落开始 其实就底下这些 这几个段落要做什么事呢 要把它设定定位点 那为什么要设定位点 其实在前面那个 202体里面也有 其实主要就是对齐嘛 齐数部分还好有对齐 可是呢 开奖的奖日齐的部分呢 还算对齐 可是中奖号码 其实有点歪七扭八 那特别号呢 变成这样歪来歪去 其实一般观看不方便 那总奖金歪的更多 所以基本上定位点 就可以让 底下的这些定位点 对齐上面 等于是排整齐 那我要怎么样 完成这个定位点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呢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